你是酷皮鸡 超有心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凤娇 在你微笑时和美里面饰演的是童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凯 在你微笑时和美里面饰演的是陆思成 这个是专家吧 最大的不一样感受就是不用沾头套了 对啊 就不用穿那种里三层外三层那种衣服 其实会比古装 当然化妆时间会短很多 就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在商场里面拍啊 什么还是会方便很多 嗯 那拍摄不同的 觉得哪里是最困难的吗 其实我们每次拍我们的比赛游戏都很 其实都很不舒服 因为是绿布嘛 对 盯着一个显示屏 就一直要全神贯注的在看着 再去想象 然后那个比赛场面那个光 对是有舞台光那种 超级闪 一天下来都在闪 热好像 对 那您知道陆思成会是他最后一样 啊 那可能陆思成 对对对 他会玩梗 是的 好 那两位都是嘴香网者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台词吗 我觉得太多了 小猪陆思成 对对对 小猪陆思成 小猪陆思成 那应该只能看到你紧张焦虑的时候 可能会被一个床 看看你如果现实中能够遇到你紧张 或者找一起忙做什么 对 看看电影啊 运动啊 打算为神 呃 我就是我最久我在那跳舞的时候 他们那四五个人就是在那狂笑 而且他们因为我是拍我的时候 我是面对镜头的 他们五个都是背着镜头的 然后我又不能笑啥 但是他们全在那里背后背着摄影机 然后在那里笑 然后我在那狂憋 打游戏也笑过 导演会说 我们这个镜头就是一个氛围 不需要你们讲词 不收声的 但是就要看到你们嘴巴动 你们随便乱说什么都行 哎他在周路杀我来 然后所有人就配合 哎那我也来了 我也来了 那我们开始 十分吧 给你拿六分了 他还在后面 他有心机 我 好 如果露思诚能一辈子用的童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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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童谣能一辈子用的童谣就好 哇 我就在家讲这种 一点心意也没有 一点心意也没有 那最近有什么新的爱好呢 种地 种地 我还钓鱼 我还钓鱼 我竟然还钓这么大的鱼 我竟然钓这么大的鱼 你是真的 我也是真的种地 我在庄园里 看的人一定都懂 摩尔庄园啊 嗯 我是真的钓鱼 我真的钓鱼 真的 在里面也可以钓鱼 闪现 时空门 这有点太心慕厚 就是不用坐飞机 哇 我一走 就是下一个城市 那种 我现实一点 我当超人就好了 有没有超人的能力 他那个过分好不好 一闪就去哪了 我还要飞一会的 那如果下一秒 你也告诉了 你什么做什么 去投资 钱滚钱 我们回家躺着 不干了 回家躺着陪家人好了 嗯 那如果一定要染头的话 能帮助给自己帮 还能安排游戏的颜色 你说 什么颜色 啊 整个 你要这么说 我给你安排白色好了 对 这方有没有再说 准夺的艺人 演技排斥的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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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啊 当然 因为对谁都这么深 哈哈 那现在采访这方有几个问题 和问题 和这方的回答也行 你觉得你帅吗 哇 你的问题真的是 是 我觉得你的颜值 在一个东西 在一个东西 不是 不是 清歌帅 说出三位你颜值秒杀的女艺人 嗯 陈苏苏 陈晶晶 还有 奇迹国王 嗯 我的两只猫都是木的 哇 来这一套哦 真的 那个 努力工作尽量完成公司给的KPI 勇敢牛牛 不怕困难 2021下半年加油 猫奴 猫奴 我感觉我其实都有痒吗 对你几只来这 我两只 三只 他在我们剧组那时候拍着拍着 他说 你觉得这只猫怎么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隐藏人格 他隐藏人格 就是三岁的小孩子 怎么可能 我隐藏人格四五十岁 才成熟的 好搞笑哦 小可爱 那你了你了 对啊我啊 自拍黑洞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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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梗直播哎 只能说我了 那也说不定的说 那是 沙雕 给你给你给你 我就知道他会给我这个 细节控 哪有 腼腆 我了我 我 把我腼腆扔掉了 那我就不腼腆了现在 健身控 那是我了 哎 又扔掉我 那我就不给你看我腹肌了 好 哎 开玩笑 还好我现在不见了 好厉害的 演技派 给 别搞我了 我初前都有 你别 你别想 都有 你别 自己问自己 可以的地方啊 操纵我的人生 没有我帮你问一个好了 许凯明天会早收工吗 继续前进 结果明天回去大业 传家自年赚钱吗 结果不错 不久后会成为大老板吗 会了 注意身 注意身后 注意身后是什么 难道有人 注意身后 难道有人才要成为大老板呢 安利一下童谣这款女朋友 童谣算黏人吗 其实挺黏人的 一起之后 然后 我觉得一个 女朋友能跟你一起在一个领域里面 去为了一个 我们有个共同的爱好 和一个共同的方向 然后两个人一起相互服侍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童谣他一定会去跟对方同一战先 一起的先进 付词程的台词中有很多大总发言 现实概念可以像他这样表达爱意吗 嗯 根本不会 现实生活 你记不记得有很多词 我都讲不出了 就 我说哇 这个也太 给我哪些 好多我都忘了 其实很多 嗯 我个人觉得是得有多自信的人 才能够讲出 对异性讲出这种话 就是 真的 我自己是讲不出的 生活中也从来这边 就是不会去讲出那种那种话 站在男生的角度 他性格上有什么点是你认可的 不是 那如果站男生角度来说 当然这样是好的嘛 一个人的自信 他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对于自己的能力 他有把握 他有自信 所以他才能讲出这种话 对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神羡慕 觉得确实是厉害的 牛的 对对对 粉丝都说你这部戏就是在公费打游戏 通过饰演这个角色 有没有体验到职业选手的快乐 那我觉得打游戏跟职业还是不一样吧 对 就是打游戏就是平常我们私下生活里面打游戏 就可能职业还是会更辛苦一点 而且我们没有公费打游戏 我们没有联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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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